佩洛西曾被中共逮捕 只因在天安門前打出一條橫斧 8月恐有大事發生 金正恩嗆100%殲滅韓國 中共北部戰區第80集團軍突喊備戰 中共激烈反對佩洛西訪臺 專家北京犯大錯 起骨難下 同時警告美國 中俄關係有多親密 美國聯邦眾議院議長佩洛西即將率團訪問亞洲各國 其因訪問行程 可能包括台灣 引發外界高度關注 被稱為美國政治權力第三號人物的佩洛西 早在30年前就對中共表現出強硬態度 這樣的姿態一直持續到現在 19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發生時 佩洛西剛剛開啟她的政治生涯 獲選擔任眾議員 1991年 佩洛西與其他議員一起訪問北京 當時她和其他兩名議員在天安門廣場打出黑步橫幅 上面寫著獻給為中國民主事業犧牲之烈士悼念六四遇難者 據美聯社報導 當時星科議員佩洛西在北京天安門廣場 在媒體的注視下與其他兩名資深美國議員共同拉開了早已準備好的橫幅 但很快被中共武警制止 一行三人被捕 並遭短暫拘留 當時還流出一段佩洛西對記者說的話 她說 他們過去兩天一直告訴我們 中國有言論自由 佩洛西多年來被中國人權發聲 1993年就曾立足北京申辦夏季奧運會 後來反對2008年北京申辦奧運會 從政多年的佩洛西曾尋求中國在監督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並一直致力於將中國的貿易地位與人權記錄掛鉤 2009年 佩洛西曾將呼籲釋放政治犯的刑函 親手交給當時的中共國家主席胡錦濤 27日 朝鮮侍逢69週年戰勝節 針對即將在8月進行的大規模美韓兩國聯合軍演 以及韓國隐其樂政府極欲強化飛彈系統來攔截朝鮮軍事威脅 朝鮮最高領導人金正恩於演說中花了一大半時間來威脅韓國 並警告韓國隐其樂政府若想針對朝鮮採取先發之人之軍事行動 那麼隐其樂政權和軍隊必將會招致全滅 28日 根據朝鮮官媒《朝中社》報道稱 已經長達19天沒有在官方媒體露面的金正恩 他在27日晚間携手妻子李學主 一同前往平壤祖國解放戰爭勝利紀念塔 並在戰勝節紀念典禮上發表演說 其中有關韓國隐其樂政府的部分 就佔了演說相當多的時間 這也是自隐其樂政府於今年5月正式上臺後 金正恩首次針對隐其樂指名道姓發表其具威脅性的談話 金正恩還以強烈的措辭嚴正提出警告 如果韓國政權和軍方盤算與我方進行軍事對決 而採取任何特定方式來針對我方軍事力量先發之人 或者摧毀我方軍事實力必定會相當危險 若進行這樣危險的盤算 那麼韓國隐其樂政府將會立即遭到強烈嚴懲 最後隐其樂政權與軍隊必然會招勢被我方殲滅 金正恩聲稱 我方已經無法再做事隐其樂其軍事方面的表現 如果持續放任韓國以我方的自衛主權說嘴 威脅朝鮮的安全將會激起半島軍事緊張 他們必定得付出相應代價 目前我方的武裝能力已經做好 隨時來應對危機的準備 朝鮮的核戰爭 惡阻力 以及絕對自主能力將會忠實 正確且迅速地履行自我的使命 並隨時做好被動員的準備 金正恩還在演說中對美國提出警告說 我再度重申 我方已經徹底準備好要與美國進行軍事衝突 對於大規模美韓舉行聯合軍演儀式 金正恩聲稱 該軍演已經嚴重威脅朝鮮國防安全 也讓朝美關係陷入無法挽回的敵對狀態 根據韓聯社分析 這次演說內容是金正恩第一次針對韓國尹錫悦政府 所發表的談話 從內容來看 金正恩並不以總統或者韓國當局者 韓國領導人來稱呼尹錫悦 竟是直呼尹錫悦姓名 已凸顯出朝鮮對韓國尹錫悦政府的強烈敵視 據韓國紐西斯通訊社報導 金正恩的談話內容已顯示出韓朝關係 美朝關係陷入了強對強之情勢 恐怕已經不可避免 韓國朝鮮大學院副總長梁茂敬認為 朝鮮的談話內容帶有濃厚的警告性訊息 顯示未來韓朝美朝關係重啟對話之可能性很低 甚至朝鮮可能會拿8月將舉行的大規模美韓聯合軍演為藉口 而來試射導彈挑釁 並進行第七次核實 據自由亞洲電台報導 正當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盛傳訪台之際 星期五上午 解放軍陸軍第80集團軍官方帳號發布微博 備戰 僅4小時就有超5萬網友點贊 之後 帳號又發布評論 家國天下事 涉及易容一 屬於軍人的節日即將到來 我們必須牢記 備戰打仗這一根本職責 衝鋒在強軍征程上 翻查解放軍資料 第80集團軍隶屬北部戰區入軍 軍部駐地山東省維芳市 離台海地區約1800公里 最接近台海的英式東部戰區領導和指揮華東地區的武裝力量 對於佩洛西計劃訪台一事 北京當局做出強烈的反應 美國共和黨參議員領袖麥康奈爾表示 佩洛西如果取消訪台 等於讓中共獲得某種勝利 美國共和黨不少重量級人物支持佩洛西訪台 美國全國廣播公司引述兩位消息人士的話說 佩洛西率領的美國國會代表團星期五離開華東頓 此行目的地包括日本 韓國 馬來西亞和新加坡 而台灣一戰則標明暫定 為了確保佩洛西和代表團的安全 美國軍方已經制定了安全計劃 據美國媒體此前報道 美軍將在佩洛西飛往台灣的途中以及抵達台灣後 調集戰機 軍艦 偵察機對它進行多層交叉保護 里根號航母戰鬥群的行蹤 因為佩洛西的訪海計劃而受到特別的關注 美國海軍第七艦隊發言人表示 里根號航母星期二結束對新加坡的訪問後 已經重返南中國海存在主權爭議的海域 進行例行的巡邏 針對中共激烈反對 佩洛西訪台史丹夫大學胡福研究院學者 齊凱利分析說 這次情況變得棘手 主要是北京犯下了戰略性和戰術性這兩大錯誤 導致自己起骨難下 齊凱利表示 戰略錯誤是指中共一貫強烈反對 美台間任何形式的訪問或接觸 但通常不會再做更多事情 因此美國政府許多人認為 中共這些威脅是空洞的 不值得認真對待 這似乎不比收到中國大使館的一封憤怒信 來得更嚴重 其次 中共似乎認為 佩洛西這次訪問的性質不同 將更加損害中共利益 因此才更激烈的反對 提起戰畜錯誤 齊凱利說 中共提高了這次訪問的賭注和政治重要性 讓這次訪問 從安靜的私人外交對抗 轉變成為公開的衝突 但由於美國國會議員 喜歡捍衛 獨立於行政部門行事的權利 因此 中共公開要求拜登阻止佩洛西訪台 無意間製造了巨大的政治壓力 讓許多知名共和黨國會議員 讚揚民主黨議長 站起來抵抗中共 有人擔心 中共將引發軍事衝突 齊凱利認為 中共不太可能做出關閉臺灣領空 或是積弱佩洛西搭乘的飛機等 極端應對方式 這一點也不現實 但習近平確實可能下令 在臺灣附近舉行大型軍演 如同在1995年1996年爆發第三次 台海危機時出現的軍演那樣 自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以來 中共對俄的友好和支持 引發美國國務卿布林肯的擔心 7月28日 中俄竟同時向美發出少管閒事的警告 近日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在巴黎島參加G20會議期間 與中共國務委員王毅 進行了5個小時的會晤 會後 布林肯國務卿告訴記者 兩人談及了克里姆林宮 對烏克蘭的無端戰爭 朝鮮的核計畫 以及雙方可合作的更多領域 如氣候危機 糧食安全 全球健康和禁毒 兩人的談話還包括 中共對台灣的挑釁 和對香港的鎮壓 少數民族和宗教的待遇 以及新疆的種族滅絕問題 同時 布林肯國務卿也表示了自己 對中共與俄羅斯結盟的擔憂 他說 北京雖然自稱中立 但其立場很難堅持 這不僅對烏克蘭人民的生活 和生計造成威脅 而且對中美應該維護的 國際秩序也構成挑戰 另外 北京曾宣布和莫斯科的 無限制夥伴關係 習近平還表示 支持俄羅斯正在烏克蘭邊境集結部隊 不僅如此 北京還宣傳 在聯合國和其他國際組織中 支持俄羅斯 並將其放大 布林肯指出 這次會晤很有意 他也呼籲所有人站起來譴責俄羅斯 但中共領導人習近平28日 與美國總統拜登通電話時 警告美國不要干涉中台 同日 克里姆林宮也對美發出相似警告 有學者認為 這一強硬的聲明 也可以反映出中俄的密切關係 自2月24日 俄羅斯向烏克蘭派遣軍隊以來 中共便拒絕批評俄羅斯的入侵行為 如今看來 中共與俄羅斯的關係 似乎變得更加緊密